韩总 韩总 今天真是有惊无险了 多亏了有技大工程师在 当场就给我们解决了 如果再耽搁一会儿 被媒体曝光出来 或者再产生什么纠纷 上边问责下来 对你我双方影响都很大 抱歉 今天麻烦了 稍后姜怀博士的团队 会对系统进行全面升级与检测 彻底修复迫 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韩总 你这句话在 我就放心了 你不想要是 韩总 今天这个系统漏洞 看起来不像是意外 我看到有人 他很准确地说出了 东洋医疗 智慧云医生的名字 你们医院没事搞什么新系统 叫什么智慧云医生 对吧 东洋医疗搞的 还大公司 骗钱的 维护不好 还不如不闹吗 还当过了我们大伙对枪 跟着我们 不让开 什么时候都开病啊 什么时候 还有人拿着手机在那里乱拍 您要不要排查一下 今天的事 谢谢你 不客气 就当是回报你之前对我的帮助 你 比起之前对你的举手之劳 看来我赚了 有记者准备了智慧云医生的新闻稿 这次事故恐怕不是个意外 这一次系统的问题 能够得到及时解决 否则 可能会影响智慧云医生 能落地几台医院 总之 算我欠你一次 我就是打了个补丁应急而已 勉强维持现有的系统运转 但是系统还是要尽快升级 这样才能避免后顾之忧 放心吧 我会处理 走 上车 我自己回去就好了 韩总 amos 毕贤 怕他们又说什么 你也看到那网上的帖子了 猜都猜到了 怎么 这点委屈承受不住 哪能 季星 不用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 拴了链的音 是飞不到高空的 做自己 不要活在别人的怀疑里 我也没想到 把他派到新港医院去 居然还在韩总面前立了个功 不过这样来看呀 季兴的能力确实很强 这次他帮东医解决了 智慧云医生的问题 也算帮咱们广华增光了呀 那要是没解决呢 影响了东医和新港医院的合作 让事态变得更严重 谁来负这个责任啊 你还是我 是 这事确实是我想简单了 即兴鲁莽了 松林啊 有时候手下人有上进心呢 是好事 但要是爬得太快了 很可能会影响你自己的位置哦 好 我明白了 我正要去交易他 我正要去交易他 你什么事啊 郑总 我就是想问一下 我是研发部的 为什么要去做市场部 还有保障部的工作 这是陈总监和人力资源部 沟通完的结果 你来问我 不合适吧 对不起 我知道我越急了 但陈总监说他做不了主 我就来找您了 我来了公司就接触了小白这个项目 我尽心尽力工作 除了对这个项目的喜欢以外 我也得生活呀 陈总监答应小白一期结束 就给我提升职也反悔 说好的项目奖金也下调 让我做别的部门的工作 也好 没有问题 但是 如果没有匹配的收入 我觉得有点不公平 季欣 如果你是因为陈松林 帮朱雷打了原厂 而心怀不满 对面有些太小气了吧 况且朱雷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你就没必要牵努于他人了 我相信陈总监做出这样的决定 一定有他的考量 我贸然插手 他以后还怎么管理研发部啊 不是的 曾总 季欣 我知道你能力突出 但公司也给了你发展的空间 我希望你眼光放得长远一些 要清楚 不是每个公司 都能让你做你喜欢的事 我还有个电话会 二期翻案发你邮箱了 我辞职 辞职 辞职 季星 你可想好了 你入职的时候 可是签过敬业协议的 一旦辞职 这两年你都无法在这个行业工作了 辞职信我一会发你邮箱 好 就算你离职 你还有一个月的交接期呢 这手头上的事情 你也得给我善事善终 必须服从公司的安排 随叫随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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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小姐的事 应该是离职了 应该是离职了 您之前说要招季小姐进姜博士的团队 让HR联系他吗 先把简历发给姜博士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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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